选战最后几天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推出了决定新花莲的形象宣传影片 片中展现了她的日常生活 并在结尾强调了 投给张美慧就是投给花莲的未来 看过影片的支持者表示 张美慧认真努力又勇敢 会是花莲需要的立委 决定新花莲形象宣传影片 呈现了张美慧的个性特点 她说她就是见不得别人不好 她在面对民众困境时 总是想要赶快给予帮助 而她也回忆起她在台北工作的日子 总是想念花莲的蓝天 她说她对故乡的深厚情感 促使她有为花莲要做出贡献的决心 张美慧说自己经常被称为是阿信 或者是牧羊犬 总是默默地承担起责任 看过这支影片的支持者都说 张美慧努力又勇敢 会是花莲需要的立委 美慧有很大的积极跟细心 在面对每一位民众的热情上面 我觉得花莲或许需要这样的人才 在照顾所有的人民跟 整个宪政的上面 都需要更多的积极负责的美慧 这样在负责 美慧她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性 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坚强的女性 像蔡英文总统 她们都是走过非常多的坎坷 有失败也有成长 然后到现在才成就有她们 所以会觉得说是时候轮到改变一个花莲的机会 那或许美慧是这样的一个积极 我所认识的她是一个为人正直勇敢的女性 然后看了这个影片觉得她很勇敢 而且我们跟她一起去扫街白票的时候 她都是一步一脚印的坚持要握住每一个相亲的手 还有遇到任何问题 她也是交代每一个助理 去协助尽力帮忙 而且很有效率 这是我在她身边看到的 然后也是影片里头 就我真的很勇敢的 她真的很勇敢 江美慧表示 面对许多法规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她需要能够进入立法院的体制内来寻求改革 她也希望能够重振花莲市的光荣 并且呼吁花莲乡亲能够支持赖萧佩 也支持二号的张美慧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 接时请不吝点赖ını也订吧